各位朋友平安 心想事成 就真的万事如意吗 有个故事说 有一位农夫 他有一块贫瘠的农田 他抱怨着 如果上帝让我来控制天气 一切事情将会变得美好 因为他很显然 不是很懂得农作户 需要的天气是什么 上帝对他说 我会给你一年的时间 让你控制天气 你想要有什么天气 就可以有什么天气 这个农夫非常的高兴 马上试着说 我现在要晴天 果然太阳就出来 接着他又说下雨吧 果然雨就下下来 这一整年 他就这样先让阳光出现 接着下雨 种子越长越大 看着农作物的成长 农夫非常的得意的说 现在上帝可以了解 如何控制天气了吧 那些农作物从来都没有长这么大 这么绿 这么挺直 到了丰收时 农夫带着他的镰刀要去收割 但他的心却沉到了谷底 因为稻税内是空的 此时上帝来到他的身边 关心他说 哈喽 你的农作物怎么了 这个人开始抱怨 很惨 很惨 我的主啊 上帝说 你不是如愿以偿的 控制了天气吗 你想要的东西 不是都变得很好吗 农夫回答 当然 这就是我很困惑的地方 我得到我想要的雨水和阳光 但是我却没有任何的收成 然后上帝对他说 是的 因为你从来没有要求风或暴雨 已经每一件会净化空气 或者是让根变得更坚固 更有抵抗力的东西 那就是长不出农作物的理由 生活平顺会是我们一生的期待吗 今天的经文 诗篇119篇170节 愿我的恳求达到你面前 照你的话答救我 愿我们不单只是一味的 将所祈取的祈求于神 更重要的是 要有颗愿意喜乐顺服的心 勇敢面对上帝 为我们预备的一切环境 使我们经历上帝丰盛的恩典 愿神祝福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